我国冠病疫情持续蔓延 防疫阻断措施的实施 导致主要为餐馆和酒店提供 蔬果、海鲜等批发商生意一落千丈 不少的批发商只好转向通过社交平台 为公众提供食材送到家的服务 尽力在这个艰难的时期维持生计 来看记者李仪华的报道 这家蔬果批发商受冠病疫情影响 酒店和餐馆的订单锐减八成 上个星期四起决定推出新鲜蔬果送到家服务 商家更特别为65岁或以上的年长者 提供免运费的送菜服务反应踊跃 我们提供这个服务给年长者 他们的订单是有差不多30到40% 我们现在暂时没有给人家外包 因为外包的会比较贵 贵的话会加重他们的价钱 这个活海鲜批发商自阻断措施推行后 收入只剩过去的两成 生计严重受创 商家在亲友的协助下 在Facebook贴文提供送活海鲜到家的服务 不到五天接到十多个订单 也有顾客为年长父母订购活海鲜 我们送一个一间的话 就是说要给顾客看到这些虾都是活生生带跳的 所以我们要花浪费很多很多的时间 我看最多一天能够借的话 都是在五中到六中而已 其实我们想外包 不过外包的那个费用是太高了 为保障顾客安全 商家在送货时都一定会戴上口罩 政府也呼吁公众在阻断措施实施期间 尽量减少外出 多利用电子商务平台购买日常所需 新传媒新闻记者黎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